成龙在国外有多火 来看看这些小场面啊 尖叫欢呼 都是成龙出场的BGM 哥哥总统 好莱坞明星 这些大腕在成龙面前全是普通粉丝 看他们一个个笑多开心呢 成龙大概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席卷全球 热度不减 多年来还有人传人的趋势 如果红帆区是成龙通往好莱坞的敲门砖 那尖峰时刻系列 就是成龙在好莱坞扬名立万的关键 就算时间过去整整20年 尖峰时刻2 依旧是成龙在好莱坞开放最高的作品 精彩不是台前 能臣只说大事 大家好我是能臣 今天来聊聊尖峰时刻2 精彩的幕后 其实成龙本人不太喜欢尖峰时刻系列 在1998年拍第一部的时候 成龙就因为工作理念不合 弃走了好莱坞的一位摄影师 所以他从最开始 就没有对尖峰时刻系列抱有期待 估计还在心里悄悄吐槽呢 电影最好不要拍续集啊 结果事与愿违 尖峰时刻1上映之后活得一塌糊涂 票房斩获了1.14亿美金 连续两周登顶北美票房冠军 英国首相和美国将总统 都因为这部电影被成龙实力宣粉 当经纪人把这些喜讯传达给成龙的时候 成龙简直懵圈了啊 怎么就火了 直到现在成龙都快在吐槽这个系列呢 巅峰的Rush Out 真的是很卖作 但我很坦白讲我不喜欢 但更让他迷惑的还在后头 好了物相来数举为王 尖峰时刻1活了之后 续集开拍已经板上钉钉 作为呼声最高的主演 成龙的身价水涨船高 据说他拍第一部只有500万片酬 等到了第二部开拍 成龙片酬直接翻了三倍 而且还拿到了全球票房分红 其实钱不钱的倒也挺重要的啊 可更重要的是 成龙想通过这部电影 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 导演呢 对成龙的想法是有求必应 所以就将《惊风时刻2》的主要背景 设定在了中国香港 结果这回 成龙真是尴尬到家了 说不出来你可能不信 成龙在大街上裸奔过 还是不穿鞋的那种 他没疯 就是为电影误出的太多 拍《惊风时刻2》的时候 端也不知道咋想呢 就为成龙跟克德斯塔克 设计了一段 沿着街道裸奔的戏 当时剧组在香港取景呢 成龙听到这话 马上拒绝了 开玩笑 这是观众不花钱 能免费看的吗 是 而且只要你运气好 就能在香港某个街道上 亲眼看见成龙 赤身裸体的从你身边跑过去 因为剧组拍这段戏的时候 没有封锁街道 成龙呢 也为电影豁出去了 自大厅广众之下 放飞的自我 那一画面 光是想想就觉得刺激啊 也不知道当时 有没有人上去要签名 随着成龙在好莱坞爆火 越来越多的华人演员 一开始征战国际影坛 在《尖锋师哥2》里 有不少花育明星参演 比如扮演狐狸的张子怡 其实这个角色最初 是留给歌谈天后王妃的 可惜王妃最后错过了电影拍摄 当时张子怡出演了电影《卧骨苍龙》 在北美市场很卖座 导演提议说 让张子怡来演狐狸试试吧 成龙不太同意 却也对张子怡非常照顾 随着两人越来越熟悉啊 成龙就彻底改变了 对张子怡的看法 张子怡很年轻 就一点都不矫情 如果成龙是全球最熟悉的华人面孔 那在片中出演大反派的尊龙 就是第一位用颜值征服西方的华人演员 当成龙还在香港 为了跨境好莱坞做努力的时候 尊龙已经凭借着末代皇帝中的表现 惊艳了全世界 《尖锋师哥2》是成龙跟尊龙唯一一次合作 两人在片中一争一邪 副表演技的场面 让多少观众心潮澎湃啊 演员阵容强大 观众的期待直拉满 这样一部作品怎么看 都是一部很完美的电影 不料一段极性表演 就成了这部电影的最大槽点 谁能想到啊 《尖锋师哥2》这段极性表演 竟然被世界舞王麦克尔西克逊疯狂吐槽 电影上映那年 恰逢麦克尔西克逊从一30周年演唱会 他的好朋友也就是电影中的男二号 克里斯塔克 在现场成还原了 麦克尔西克逊 看完电影之后的反应 演戏演戏演到正主下场辟谣 好朋友大概就是从互相吐槽开始做起的吧 2001年8月《尖锋师哥2》在北美首映 从头到尾90分钟的快节奏 让观众感觉坐了一趟云霄飞车 直到电影结束 大家还有一眼恋恋不舍呢 故事主线丰富 动作戏精彩绝伦 就连配角都十分抢眼 这样的《尖锋师哥2》 从上映那一秒来说 就注定大获成功了 北美票房斩获2.6亿美金 全球票房突破3.4亿美金 位居北美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 打败了《珠泽纪公园3》 《木岛一归来》多部好莱坞大片 《尖锋师哥2》在北美市场 火得人尽皆知 成龙瞬间起身 好莱坞2000万片手俱乐部 20年过去了 《尖锋师哥2》 依旧是华人主演票房最高的 好莱坞大片 不仅如此 《尖锋师哥3部曲》 至今都被认为是好莱坞动作界的传奇 不少影迷都在期待着 《尖锋师哥4》开拍的消息 可惜时光随人老 如今成龙已经67岁了 倒踢身走楼梯 这已经是成龙为了继续拍电影 做的最好的选择了 现在的成龙电影 可能没有以前刺激了 也没有过往精彩了 可只要他想演 观众就永远不会缺席 你最喜欢哪部《尖锋师哥》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 关注我 让你看更多精彩幕后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